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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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众请合唱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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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好,请翻开 摩合子官辅行传宏诀 辅行传宏诀 辅行传宏诀的第四十页 好,四十页 上次我们讲到 好,我们西天二十三组 二十四组、二十三组 今天我们从 第四十页 第四十页 好,开始 好,开始 诸诗金口所寄 病是圣人 人多利益 好,就是说 我们之前我们提到的 这西天的二十三组 好,都是 病是圣人 好,那 人多利益 他们足足相传 好,足足相传 那都是圣人 这个都是圣人呢 好,是准四一位来讲 好,小字第二行 好,准四一位 这个如来 啊,在经论里面有提到 好,这个四一 这个四一呢 初一是 路一元教 这四一是有分不同 好,这个一元教 好,圣教的教法 初一呢 是五品跟六根清净位 好,五品位跟六根清净位 他还是 好,是 因为在五品位 跟六根清净位 好,五品本身还是凡夫 好,那么六根清净位 这个位次呢 好,它是属实性位 在佛,在圣教里面的实性位 实性位 从初性开始 它是破贱货 好,然后呢 这个整个实性 它就 好,包括从第一个破贱货 再破施货 好,然后等同罗汉以后 好,然后又继续破成沙货 好,戒内戒外成沙货 到最后 好,到第十性的时候 已经是福无名 根本福掉,福根本无名 到初,然后再往前进展 就到初初位了 就是法身大事的 好,初初位了 所以呢,这六根清净的这个十性啊 从初性到十性 都称六根清净 好,六根清净位 好,所以六根清净位呢 它也还有烦恼 我讲的是从初性 初性还没有 它中间的六根清净位的前面几个位 还没有完全断烦恼 是六根清净位的前面几个位 因为它有十个阶位嘛 那么它的前面几个位呢 还有一点烦恼 所以这里讲初一属凡 它的意思是说 在五品位 所以五品位本身是 它还是凡夫 还是凡夫 可是呢 它已经扶烦恼了 它对于见尸而祸 它已经是扶住了 所以是凡夫 但是呢 它已经先扶住 它还 但是还是凡夫 所以属凡 不得名胜 但是呢 因为 它这个 它本身对于知见上面 它已经是非常的通达 而且呢 这个辩才外 所以它还是可依止的 所以是初一 初一 初一在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 我们在这末法时代 已经很难看到了 好 所以这是讲初一 那么 下面还会有二一三一四一 这个是以后我们会讲 好 那么二一的话是那个 二一的话是十柱位 好 三一的话是十行十回向位 四一的话是十地 然后等爵位 好 所以呢这个 如果一 这是以原教的 这个位置来来谈 好 以后我们还会慢慢 很多地方还会谈到 我们再慢慢来讲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好 希望不利就于事 利就于土 况好事直胜 凌无异也 有婆罗门或独楼 恐达者 伴者 不者 达者其他理共 得升天 文法之要功德若此 佛为此义 父法障也 好 这里呢 提到的是 过去呢 有一个 这是一个公案 好 这个旧 好 就是马棚 就是养马 马住的地方 马棚啊 那 这地方是象棚 大象住的 好 那么过去的王呢 他 他 没有立在 把这个 像棚 好 养 大象的像棚啊 放在寺庙旁边 而是 立 像棚呢 在这个 图 这个是 这个图是有杀生叶的 啊 这个 的 这个 屠宰场的旁边 好 那么他是有他 一个过去的公案 这个故事呢 在这个小字里面 哈 这个赞兰大师有 有讲到 那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 过去有个 有一只大象呢 好 那这个大象 很有力量 他是一个大白象 好 那么 他 那么他力量很大 能够灭掉敌人 好 那么 这个国王呢 他把这只大象 拿来惩罚罪人 所以有犯罪的罪人呢 他就令这个大象呢 去 就把他放在大象那边 让大象去 打 用脚去踏 把他踏死 好 这是对罪犯 死刑犯的处罚 那后来这个大象的 住的这个 这个旧啊 好 被火烧了 好 就是这个 大象的棚子啊 住的地方被火烧了 那么 这个国王呢 就把他移到别的地方 那么那个地方正好 找了一个地方 正好在寺庙旁边 好 那么 这寺庙旁边呢 有个比丘呢 常常诵经 那么 他诵经呢 诵的内容呢 就说做善事呢 会升天 做患事呢 会到地狱去 好 他经常有送这个 经文的内容 那么 这个大象呢 经常听这个比丘送经啊 心呢 就越来越柔软了 好 他又起了慈悲心 好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后来这个国王啊 就把这个 国王呢 他还是一样 依照以前的方式 把罪犯呢 送到这个大象的脚下 要大象把他踏死 可是呢 每次把罪犯 送到大象那里 这只本来很 这个 很残暴的大象呢 突然呢 就不太踏死罪犯了 就变成 就是 只是 看到这个罪人呢 用 他的鼻子舔一舔 就 不把他踏死了 这个王 见到这个事情 心里面呢 就觉得很疑惑 然后他旁边呢 就有那个臣民啊 就跟 国王讲 说你呢 因为 这个 大象呢 在寺庙旁边啊 他每天听这个 比丘诵经啊 所以心呢 就比较柔软了 好 那如果说 你现在把这个大象 再放在屠宰场旁边呢 那么这个大象呢 他就会 变得很凶恶 好 那国王呢 就听这个臣民 这个 旁边呢 臣子的话呢 就把这个大象又 换地方 好 换地方来 来养他 好 就换到这个屠宰场旁边 那后来这个大象就变得很 凶恶了 好 还是就回到以前的个性 那么这一段是在讲什么呢 在讲听经文法的功德 好 听经文法功德是非常大 好 然后他卖不完 然后很多人没有去给他买 那这样子的话 他呢就心里面有点 成恨 就说你们不买的话 那我每天要骂你们 好 那他就起了称恨心 好 那在大街小巷 好 他就看起来就是很凶恶 就觉得说你们怎么都不买我的裤鲁头啊 好 那么城中有一些优婆赛 好 就是学佛的优婆赛 那么看他的很可怜 也怕他一直毁谤好 好 那就买了他的裤鲁头 可是买的方法很特别 他呢用铜呢 用铜臂啊 或是铜柱啊 铜柱啊 铜柱啊 就是用铜的那个棍条 来把这个裤鱼头拿起来 从这个耳朵这边穿过去 好 是不是这个裤鱼头能够穿 贯穿 他贯穿的呢 就比较值钱 贯穿一半的呢 就钱少一点 完全不贯穿的呢 他就不买了 这优婆赛就不买了 那么这个商人就觉得很好奇 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问这个优婆赛啊 这优婆赛是学佛的在家人 他有受五戒的 那么这个优婆赛就讲说 如果呢 他这个裤鱼头 他用铜柱 能够贯穿的话 从耳朵贯穿的话 那么这个人生的时候 在活的时候 一定是有听经文法 智慧很高贵 所以呢我就给他多一点钱 好 那如果说呢 这个贯穿一半的话 就是他听经文法 有听 可是没有好好的分别 也没有好好的做 但是呢他有听 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呢 他的值钱就没那么值钱 可是还是有点值钱 那就是给他少一点钱 如果全部通的话 那就是这个人从来不听经文法 好 所以这个裤鱼头还有这样分啊 好 那么 这个公案呢 意思是在讲 听经文法的功德力 那么 在那个时代 有人呢 他就把这个 这个有听经文法的这个 这个裤鱼头啊 好 那个 拿来供养 其他供养 他还可升天 这是一般普通人喔 好 就像大家这样子 听经文法而已喔 好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力 好 那人家就把他裤鱼头拿来供养 他还能够升天 何况呢 认真用心的修行人呢 好 而且又供养 这个 这个 认真的修行人 他又供养 常常供养 好 这个 好 三宝 好 然后也自己 认真修行 又常常供养三宝 好 也这样 这样子呢 当然 更能够 好 这个 他的修行呢 当然是更高了 好 所以他这里也是在强调 一个人听经文法的功德 好 这个我相信喔 好 这个有听经文法的 他的那个 呃 如果说他认真听经文法 而且呢 他的那个 又善分别 善于 善巧的去思维佛法 他整个身心 他是会改变 而且 他的骨头的颜色也会改变 骨头的颜色啊 好 那 因为有时候我都 那个 这个 火化厂 火化厂有时候 我这二十多年来 也看了不少了 好 好 那他那个 这个火化的骨灰啊 好 这个骨灰呢 他还有剩下一些骨头 好 那么 这些呢 有的呢 他就会很洁白 好 好 好 那 火化厂里面有一种人 他很厉害 好 像有一次呢 有一个人 他生病 那么 他什么病 什么病 这一火化出来 这火化厂的那个管理人 就是专门 那个火化骨灰的那位啊 那位工作人员啊 就跟我讲啊 他说 师父这个人是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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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听吓一跳 哇 你怎么说那么准 他光看那个骨灰就知道这个人生 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生什么病 他是如何如何 好厉害 好厉害 所以 我在看这个公案呢 这个骷髅头 有听经文法的骷髅头 跟没听经文法的骷髅头 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就相信了 好 所以听经文法 是不同的 就算听不懂也没关系 就常听 好 常常听 他身心 他业障就在慢慢消 常听经的人 业障是在慢慢消的 所以大家 好 这个听不懂也慢慢思维也没关系啊 好 就人思维多少就算多少 好 要以这样子的 勇猛 认真 静心 好 好 那这个一个人呢 他的修行是会越来越 好 越来越进步的 好 好 我们来看 好 四十一页最后一行 此之子观 好 天台智者说己心中所行法门 好 翻过来 就是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 这个 这个 魔后子观呢 现在我们 这一部 魔后子观 是智者大师 他把他心中所修行的法门 用心的写在这个魔后子观里面 他是完全没有 好 就是藏起来 他是完全讲出来 好 完完整整的 把心中所行的法门 好 完整的讲出来 没有在私下面寿啊 口诀之类的 好 这个 他讲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意思是告诉后人 我天台中呢 他那时候是还没有成立天台 天台是后人给他加的名字 所以说意思是说 我的后人呢 在学习魔后子观呢 大家都 不要想说还有什么口诀啦 私下传授啦 然后呢 这本魔后子观 并没有完全讲出修行的重点 有些重点是私下传的啦 好 那 那个 智者大师在这边呢 好 冠理大师把这话 很清楚地写出来 意思是说 没有私相传授 好 完完整整的都在魔后子观里面 好 这个在我们汉传里面 好 几乎都这样 好 汉传的教法 没有口诀的 没有这件事情的 可是藏传有 藏传有口诀 那我 其实我始终对这个口诀 经常有一点 有很大的一个 哎 我总是觉得是说 这个口诀这件事情 因为你代代相传一定会有误 好 会有 会有传错的地方 好 所以呢 都会有一所保留 好 但是我对于这个 这个 汉传的 这种 非常清清楚楚 所有的修行都 白纸黑一字写得很清楚 你和任何人看 他就不会 走进去 不会走位掉 真不会走位 我举一个很大的例子 好 好 在那个 因为以前早期 二十多年前 我都是在藏传里面很多 好 时间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我跟过一个上司 他 他 这个是一个白教上司 那么 这位上司呢 大人妈很认真去请他 因为他在塞里面闭关二十多年 那后来他出关了 他这个上司真的是很有修 那我后来 有一天呢 另外有一个人呢 来跟他请个秘密的法 因为他很多东西都要秘寿 秘密的传授 秘密的传授 那这个秘密的传授我很好奇 因为那时候我正好在上司旁边 他在台北 他那位秘密传授 要求秘密传授的这个 这位弟子从台中赶上来 那正好我人在旁边 那我这上司就把我也拉进去 说现在传秘法 那你呢 也一起来听好了 那我也随便也传给你了 我说哈 我就变顺道接法 顺便接法 那我就好 我就进去了 那结果他就 在场就是 我跟他还有一个翻译 就这样三个 还有仁波切 这四个人 那就这样秘密传法 那他的传的法是动作 这个动作怎么弄 那有点瑜伽动作 但是又不是瑜伽 那这个瑜伽动作又特殊 那每一个都有个口诀 那这个动作要怎么做 呼吸要怎么呼吸 这是大圆满的法 它是大圆满的法 那这个法呢 依照他们的传承理 是要非常特殊的地址才能接 非常特殊的地址才能接 那从那一次一个经验 后来这一位 接法的这一位 我旁边这个 特别来请法的这个 后来出了很大的问题 现在被关到监狱里面 因为他在外面一直双修 跟人家双修 弄了很多问题 后来呢 就是台中这一位 大家一定知道了 那个圣伦法师 圣伦法师 圣伦法师 就台中圣圣德堂这一位 大家知道吧 你们都不知道 他现在在监狱里面 他现在也快要快要被放出来了 那就在那个特殊状况之下 我就有这样一个因缘 后来我对藏伦始终有一个问号 讲实在话 真的始终有一个问号 我还是觉得汉伦 真的是 你看汉伦他伦法 任何东西都正大光明 他没有什么给你私相授手的 没有 光是大悲咒 你就好好把他持到 你光念佛 念佛哪有什么口诀 这些南无阿弥陀佛就六支鸿鸣 哪有什么口诀 没有 那么多口诀 他那个就是一个 通身放下 通身依靠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心灵的那种 对于戒定会 闻思修 然后深入精障 你就好好地老实修 他就是一个老实修而已 老实修而已 你不老实永远也修不起来 没有老实永远修不起来 就是老实修而已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下面 第四十二页的 道书第三行 我们看摩子观原文 智者身光满世 目线双铜 行法华金颤 发陀隆尼 代受法师 讲精致伯伦 成随俄国 中为帝师 安禅而化 畏惧无凭 好 这里呢 就是在讲这个智者大师 他的一生 他的一生 智者大师出生的时候 这个房间是放光 光明满世 而且还很特别 他晚上出生 室内动明 然后 白天的时候大家庆祝 因为隔天清晨 大家庆祝 要杀鸡杀羊 来庆祝 他们家里 又天丁 生个男孩子 大家很高兴 要杀鸡杀羊 结果呢 要杀鸡杀羊 要煮的那个水 一起火就灭掉 所以我们看了小字 小字第一行 帆主俗庆 并火灭 汤人 为事不成 他意思就是指这个 世间上一些庆祝 要杀生的事情 全部都没有办法承办 所以鸡也杀不成 羊也杀不成 他是一个很特殊的 等于是一个大菩萨再来的 那这时候正好 有阿罗汉 有罗汉 从他家前面 经过 他应该是大菩萨 这应该是大菩萨 一进门呢 就跟他家人讲 你的小孩呢 是个修行人 希望你们好好的善待他 未来他想要走修行路 好好的让他去走修行路 后来他的爸爸妈妈呢 才发现这小孩真的不一样 所以就没有杀鸡杀羊了 就不像一般的俗庆 这样子来庆祝了 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呢 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眼睛是虫 虫童 就是一个眼珠有两个眼珠 一颗眼睛里面有两个眼珠 他这两个眼珠是重叠的 重叠的 好 那这个是很特殊的 这个虫童的人通常都有异象 他这一生呢 通常都是比较特殊 好 这个是 智耳大师是这样 好 那么 可是呢 母亲呢 也怕他出家 也怕他走修行路 所以父母 不常眼不云人知啊 可是人呢 却自己知道 因为他 智耳大师一出生啊 很多的小孩子 很多他旁边的人都很喜欢他 所以人缘很好 好 人缘很好 好 那后来他十几岁自己跑去出家了 好 他自己跑去出家了 好 那么他出家的时候呢 是跟着 好 这个一个 呃 跟着一个 呃 他附近 好 在他附近 好 跟着一个师父 好 好 好 那么他出家之后呢 好 又跟着一个律师 好 受戒 那 后来呢 到这个 好 听说 会师禅师呢 修得很高 好 他就又去跟着这个会师禅师呢 去修行了 好 那 那时候的会师禅师呢 在大苏山 那么他呢 也就去大苏山好好修 好 当初他还没有去大苏山之前呢 就有师父教他法华经 好 教他法华经 好 那他也持送法华经 好 可是他很喜欢打坐 那么在他那个那个附近呢 没有再好的师父有办法教他了 好 所以他心里面呢 就有点闷闷不乐 就觉得说 哎呀 那我要去哪里呢 去学呢 心里面有点 就是 很耗耀佛法 可是又无处可问 后来听闻大苏山有会师禅师 那么他呢 就跟着去会师禅师那里学习 那时候正好 会师禅师所在的地方呢 在陈奇的边境 好 是刀兵所冲 好 那时候是战争 他呢 也还是 好 虽然很多战争 他还是去跟着会师禅师学习了 好 那后来呢 就在这边开悟了 好 那也是因为送法华经的关系 后来呢 就悟到他在法华经 这个在临山会上 好 这我们之前讲的好 这一段 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好 好 那后来会师禅师呢 就请他呢 好 讲法好 好 会师禅师请这个 智耳大师代他说法好 所以就代授法实 好 这几个字是说 会师禅师呢 请他好 能够代他讲法 讲什么呢 讲金斯波勒 好 什么叫金斯波勒呢 就是波勒经呢 他用黄金的粉去写出来的波勒经 叫做金斯波勒 好 所以他不是另外一部经 好 大家不要误会 他就是波勒经 大波勒经 然后用黄金的金粉去写出来的 好 那这个是会师禅师他发愿的 好 去造这个金斯波勒 好 那一份自成心 好 好 那 那奖金说法的时候 会师禅师非常欢喜 因为他在底下听嘛 好 那帮智耳大师受戒的一个会矿律师呢 也很欢喜 那这个会师禅师就问会矿律师啊 就说 律师啊 你常常听到 你有你有你有听到这个你的贤子啊 你的贤人的这个弟子啊 在奖金你听得如何啊 他意思是说你以前有听过他奖金吗 好 那这个帮智耳大师受戒的律师啊 心里面觉得说哎呀这个这个小孩啊 真的是你会师禅师底下的啊 是你所生的不是我的不是我所生的啊 那他意思是很客气也赞叹 也赞叹 我们智耳大师的这种这种修行 他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 带师父奖金呢 这师父啊 后来师父跟别人讲啊 说可 这个小字第三行下面 可谓法父法臣法王无事则也 好 就是意思是说他没事啦 我的法已经赋予 智耳大师了 好 所以底下就没有诗了 他心里面很欢喜啦 很欢喜了 后来 陈隋二国啊 中 这个 陈朝跟隋朝呢 就以智者大师为国师 所以中为帝师 最后安禅而化 位居五品 好 这安禅而化呢 是 四十五月第一行 好 那他位居五品 这五品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 这个 这个智耳大师呢 他 他的往生 跟那时候的王爷有关系 因为王爷呢 他一直要对智耳大师 去皇宫讲法 后来 智耳大师身体 其实已经比较弱了 好 那奔波劳顿呢 好 结果在半路上 好 大概十层四的地方呢 好 就在那里 说已经没办法往前了 好 就在那里 好 写下遗属 好 好 那写下遗属 遗属的内容里面呢 遗属写完之后 好 然后也跟周遭人讲最后的讲法 好 最后的附属 好 那后来有个徒弟呢 就问智耳大师 说 不知道师父啊 你老人家 修到今生啊 是位居在哪一个位置啊 好 因为 这个徒弟会这样的问是有道理的 好 因为那个智耳大师经常在讲 障通别缘 好 然后呢 他的位阶都讲得很清楚 哪一个位阶是什么状况 哪一个位阶是修到哪里 哪一个位阶是破无名 哪一个位阶呢 是破见或施或 然后呢 是破成杀或 这些呢 都讲得非常清楚 那这个徒弟呢 就去问师父说 师父那您修的 您是证悟到哪一个层次啊 那这个师父呢 这个智耳大师讲得也很直啊 说呢 你呢 你问这个功德啊 意义不大了 意义不大了 但是你既然问了呢 那我就讲了 好 他就说什么呢 说 在倒数第六行 好 这小字倒数第六行 好 说 那无呢 最后 虽然 是这样呢 无当畏辱 破疑惑 好 无不领众 必尽六根 以损己亦他 但未居无品 好 身何处者 无助私有 并从观音皆来引我 好 就是意思说 我呢 是 我今生我不领众 我必尽六根 六根呢 他意思是六根清净位 就我们刚刚讲的实性位 实性 初性到实性之间 他一定可以正到六根清净位 好 六根清净位 六根清净位也是圣人的 因为第一位 就破见货了 实性的初性 就破见货了 好 然后实货再慢慢破 好 到七性位的时候 就整个破完了 好 那就是 好 这个 就见识二货全破 然后后来呢 再破 到八性 九性 好 实性 就破戒内沉沙 戒外沉沙 好 那这个呢 这个实性位 如果说 浙大师他本身不领众 他有信心 今生可证到 六根清净 好 六根清净位 好 六根清净位 好 六根清净跟六根清净位 这是两件事情 两个不一样 两个不一样 好 好 我们在法环经里面 那个 不是有一个品吗 六根清净 好 送法环经可以送到眼睛 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内 好 诸佛菩萨 好 然后呢 耳朵可以听到三千世界内 这个 他这个 眼睛跟耳朵都是肉眼跟 这个我们的那个耳朵 我们 生下这个耳朵 不是天眼 也不是天耳 那是真的肉眼看的 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凡夫生的六根 可清净到 看到时 那个 整个 三千大千世界内的 所有状况 都可听到 可闻到 可看到 好 那这个就是六根清净 但是六根清净 位加个位 就不一样了 好 加个位字 就不一样 这位字专门指 时性的 好 从初性到 时性 这个位階 好 专门指这个 好 以后我们会 会讲 好 所以这两个不要混了 好 不要打火 不要搞混了 好 那 那浙大师讲他 已因为损己 亦他 所以自己位居无凭 那么他要 得身到哪里去呢 这里讲 无助是有并从观音 接来引我 讲到观音菩萨 那肯定呢 是去极乐世界的 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极乐世界 他接引的方式 他会先派邪尊者 他会先派邪尊者 就是 那个 那个 他跟私有 无诸私有 从观音来 引我 所以呢 这个私有 应该 应该是他的 因为 就是他过去 的同修道友 往生后的 然后 有的 应该也有他的师父了 这个 可能会是禅师 也在里面了 应该也是这样 好 那这是我讲的 他就没有记录 这是我说的 好 那从观音接来引我 所以可见 他应该是去极乐世界了 好 那么 这里就讲 为问谁可忠养 鲁不闻也 好 意思是说 那我 师父你往生了 好 那我呢 要 要来依谁呢 依死谁呢 好 那就讲 波罗提木叉是鲁大师 好 四种三昧是鲁明导 波罗提木叉就是我们的出家的这个戒 这戒 波罗提木叉 好 那么这个四种三昧呢 好 就是半行半做三昧 好 长行三昧 好等等 这四种三昧 是鲁明导 好 所以呢 这里就讲 你呢 就好好的用心 把我所传给你的教法 好好的认真修就好了 好 就好了 这个是 临终的交代 这临终的交代 这临终的交代很像 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 很像本师释迦牟尼佛 以戒为师 好 以戒为师了 好 然后呢 四念处 为 好 就是 为 为所他一指的地方 好 好 那个 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临终的时候有讲 好 你四念处很重要 好 好 关于这个 四念处呢 也是关我们的心 他这个四念处跟现在这里的四种三昧 是差不多的导向了 好 虽然内容是不太一样 可是呢 这个导向是一样的 好 就是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好 好 我们 好 来看到这里 所以在安铲而化 那么讲完之后呢 志尔大师呢 就 就端坐路面了 这四十六月的 第三行 他说完话以后 他是在中午 下午的时候 端坐路面 好 然后也很多的祥瑞 好 这里有一段 我特别提一下 第四行 这是赞兰大师写的 南大师生存 长愿生都帅田 凌终来云 观音来云 当之鬼物随即 顺缘色话不可一准 这句话是有点奇怪了 有点奇怪 这段话也常 在国内有几个在写 这个天台中的论文 有博士论文 或硕士论文 在写天台的 有的会引到这一段 那因为我有看到那些 他们 我们现在人写的这些论文 写的佛教的学术论文 那么在提到 志尔大师到底往生去哪 有的会把这段拿来提 那么有的是觉得说赞兰大师呢 他可能有点 这个 事实上不是生都帅天 因为赞兰大师他自己也觉得奇怪 他说 大师生前长愿生都帅天 那为什么临终的时候是观音来云呢 他觉得很奇怪 所以他就讲后面一句话 当之鬼物随机啊 随顺缘色话不可一准 他就觉得说 那可能是随着机缘 没有办法说准的 那这一段就有点 不太合常理了 因为 志尔大师在生前所有著作 几乎都是推扬 这个极乐净土的 我没有看到他要提到要去 那个去多摔内院的 去多摔天的 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印象有这样子 你看光是讲那个净土十一论 对不对 他就在讲多摔内院跟极乐世界的差别 这还是志尔大师亲自写的 然后 法华三昧灿 志尔大师亲笔写的 亲笔写的 这不是口授 如果说是口授 后面地址记载的 那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点 可以研究的 可是你亲笔写的东西 就没有 就是绝对是百分之百的 那大家都是劝去极乐世界 这是没有疑惑的事情 没有疑惑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一段是特别提一下 这地方是有一个问号 有个问号 好我们看下面 这个 子观原文 故今云 十四百万亿 那由他国人 一皆与七宝 又化令得六童 不如出水洗人 百千万倍 曠五品也 文云极易如来始 如来所始 行如来是 大金云 是初一菩萨 好 这段是把这个 《妙法莲花经》的随喜品 拿来讲 随喜品里面呢 是提到说 假计 十个人的随喜 就是一个传一个 一个传一个 到第五十个 的随喜功德 的功德大 还不如他的大 所以意思是 随喜功德是大太多了 大太多了 光是随喜而已 有 还没有亲自 诵经 他还没有亲自去法会 他只是听到法华经的法会 在旁边 赞叹水洗 甚至于 把这个水洗的话 去跟第二个人讲 第二个人也跟着赞叹 然后再跟第三个人讲 然后一讲一传 传到第五十个人的功德 都还比这个 十四百万压身其世界 让里面所有的人 生活无忧无虑 到老 还给他赠阿罗汉果味 都还比这样的 那么大功德还要大 所以你们看 这个法华经功德多大 所以常常有些人 跟我问师父 师父要问什么 我马上就拿法华经给他 给他一本 所以你送这一步 这么大一步 我说不用怕大 你慢慢送 慢慢送 你只要有开始送就好了 慢慢送 一步一步送 慢慢送 那不要说 也要有 当然要有一点那种 不要断 就算断了 也要再慢慢地 常常提醒自己 要给他拿来再送金 刚刚 在上课前来找我的这位 我跟他是老朋友的 从我出家就遇到他了 二十六年了 你看多老朋友了 二十六年了 早期很护持我 非常护持 那他 他说 他在外面 有一次 两三个月不送金 生活一团乱 后来送金完以后 什么事都解决了 他在恢复功课以后 他什么事都慢慢地都化掉了 他刚跟我讲这个 我就说你千万功课不要断 因为他有时候 就是 因为他这个 他说师父我是世间人 我跟你们不一样 他一天到晚又为房租 什么 他在这里收房租 那你要干嘛 他一天到晚为了房客的事情 在那里烦恼 然后呢 他就跟我讲说 如果我不送金 房客都很多事 我送完金以后 房客都没事 钱也照缴 这个他送金还是有用 他以前就非常用功 因为 因为我跟他太熟了 在早期 从早上生活到晚上都在一块 你看多熟 早期我刚出家的时候 他每天都很认真送金 一个人在那里打 那个地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真的是有功用功的 还办共修会 大家一起共修 在那个时候 所以 我现在讲这个送金的重要 可是呢 你要真的认真 愿意送法华经 我 我会觉得说 你既然已经听完法华经 金中之王跟其他金还是不同的 真的还是不一样 就好像一颗种子 这颗种子是什么种子 你种什么种子 就长什么树 你种不一样的种子 就长不一样的树 种法华经的种子 就长法华经的 这个因缘果报 这个是很不同的 以前佛陀佛就有讲 以前佛陀佛 那个 那个 有一颗种子是那种 是 这个种子长出来大树 这个树 可以遮 五百个 羊车 这个大树那么大 长出来 它的树荫下 可以有五百个羊车 以前那个羊的车子 可以容纳五百台羊车 你看这个树多大 佛陀的意思是说 我们佛的种子种下去了 未来生根发芽 长大的是这么大 所以佛的种子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讲的意思是 法华经的种子 你送法华经跟其他还是不同的 这是我深深深刻感觉到 还是不一样 虽然有 人家讲都是佛法 但是佛法内涵不同 你所 这法华经讲的是整个佛 成佛的格局 那这个格局 常常的放在我们心胸 你未来 你的那个成佛之路 就会真的会比较快 所以叫做法华成佛 论言什么 开悟 论言开悟法华成佛 他这句话是有他的一个道理的 那我们这一段呢 就是意思是说 好 我们送法华经的水洗 水洗法华经功德就那么大的 何况无品味的人 你供养他 水洗他 赞叹他 更何况是像赤者大师这样 无品味 赤者大师 虽然他讲自己是无品 可是我可以肯定 他本地风光一定不是无品 本地 所谓什么叫本地 就是意思是说 他原来发愿在来的时候 他的那个成余 绝对不是无品 只是因为他度化众生 他的肉体 还没有办法 有时候没有办法静下来 在那里 在那里修行 所以他的肉体的开发程度 只能先达到这样 大家不要看 那个大菩萨来 他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修行 他才能够 才能够突破这个血腥的肉体的那种限制 所以他才会 我们才有叫做 什么之谜 隔音之谜 隔音之谜 像佛陀 佛陀来投胎 刚出生的时候 走完七步路 一直指天 一直指地 结束之后 他又回来原来婴儿的样子 然后他也要慢慢修慢慢修 他爸爸很怕他出家 一直给他保护好 结果到年轻的时候 四个门 东西南北门都看到生老病死 然后他才发愿出家 然后经过六年苦修 他才证得成佛 这叫八项陈道 那么大菩萨来也有点类似 这种陈道的模式 他还是要经过苦修 可是呢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 比如说像吉尔世界发愿来 吉尔世界的体是 清虚之身无疾之体 它那个体不是肉体 那种 那种的那种 那么高的那种大菩萨的 的那种生命 投胎到我们 那个很臭惠的繁区 你要马上 它就会被盖住 有些能力是马上会先被盖住 它没办法整个 整个 整个线出来 它的能力是没办法的 所以要经过一点时间 一点时间 你看他这个传记里面 他就有讲 他就说 如果我不领重必经六根 他很有信心的 我没有领重必经六根 六根是铁轮位 我们在天台里面 它有按照位置 有铁轮位 铁轮位 铁轮位 它有这样子的分 那么这个六根清净位 是属铁轮位 那么慧师禅师就是这个位 就是铁轮位 那 所以呢 他就觉得说 他就说我呢 一定可以 可以避经六根 所以我现在提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看说 他这个大菩萨来 有时候呢 他先度化众生 先给众生有一个 先完成他菩萨该做的事 就是写下天台三大部 讲完 然后呢 把那法轮给他转好了 然后他才开始 今生的事情给他圆满 这是他今生来的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把佛特教法 做一个大整理 他这个真的是大祖师 你看那个藏通别园 这种叛教方式 是从他开始的 以后所有的叛教 都是以他作为格局 做一些更动而已 没有什么太大的发挥 只是一些小更动而已 好 然后下面 文云 即如来死如来所死 行如来事 好 意思是说 送法华经 这样子的人呢 能够对法华经有很大的信心的人 一定是如来死如来所死 好 好 是如来 好 这是 等于是佛陀的死者 好 那这个大经 云 这大经就是波罗经 不是 讲错了 那个大波涅槃经 大波涅槃经 大波涅槃经 我们四十七页第三行 下面 大波涅槃经 大波涅槃经里面有讲到 若父有人 具烦恼性 能知如来秘密之障 世民初一 初一菩萨 虽然还有烦恼 好 好 可是呢 他 已经可以 知道如来的秘密之障 意思是说 佛陀所讲的所有心胸的 这些法义 他都能够 能够体会没有错 不会讲错 若准元位 五品六根 并明初一 如果依着 原教的位次来讲 原位 如果依着原教的位次 来说呢 他呢 是在五品跟六根 五品清净位 不 五品地子 五品地子位 跟六根清净位 好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好 下面中间 这个 止观原文 智者 诗事难遇 难遇 得行 不可思议 十年 专宋七载方等 九行常坐 一时圆正 大小法门 朗然动发 好 这段呢 是这样 智尔大师的那个 传法师父 慧师禅师 慧师禅师 慧师禅师是真的 在历史上 他真的是算神生 神生 所以他的德行不可思议 十年专送什么呢 法华经 七载方等 这个方等呢 我们一般讲这个方等 方等经就是指大圣的经论 那么这个七载方等这里 有可能是讲半行半坐的三昧 好 那九旬常坐 一时圆正 大小法门呢 就朗然动发啦 九旬常坐 这是我们节下的九旬 九十天呢 他呢就 常常的坐着 就是打坐 修行 节下九十天呢 这一师在讲他开悟的那个刹那 他呢 精进用功 解下九十天呢 认真用功 可是在准备下解下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 他觉得他很惭愧 因为还没有证悟 还没有证悟 他就觉得 那我今天呢 是空过啦 四十八月 这个小字 第六行 第七行 第七行 我们先看第八行 好了 准处 准备心很重 就升起来了 准备心一升起来 把身体准备要放到墙壁上 结果被还没有碰到墙壁的时候 忽然就开悟了 悟到法华三昧 法华三昧 这一段 中间 中间有一个重点 有一个重点 他前面九行 认真用功 这个认真用功是很认真 而且他之前就蛮高的层次了 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前两行 前两行 他呢 他呢 奏前两行 求善之士 直慧文禅师 有没有看到 秉受禅法 他的这是慧师禅师的师父 慧文禅师 就是我们二主 我们二主 那么慧文禅师呢 叫他打坐 那么这个慧师禅师 白天啊 奏者 驱慈身世 白天呢 发心呢 为大众服务 为大众师啊 很多出家人 去服务他们 晚上呢 夜者 坐禅 打小 就是晚上呢 就坐禅 常常呢 通宵啊 这个坐禅啊 精进 非常精进 那 那 后来呢 发生了障碍 精进 动脏 他很用功 结果呢 发生了 惨病啊 但是呢 他反观心缘 觉得这一切都是空的 求不可得 睡动八处 动八处 我现在讲的这个都是修行人的过程 其实对大家都蛮重要的 所以你们 要 要耐的性质来看 那这个动到八处 这八处是什么呢 是初禅 那个味道滴定到初禅之间呢 它 就是我们要准备要正初禅果 初禅的这个这个禅定 之前会有个八处 这八处叫动痒轻重 冷暖滑色 冷暖色滑 就是动跟痒会痒 很轻很重 身体会觉得很轻 或是很重 或觉得很冷 或是觉得很软活 或是觉得很出色 或是觉得很滑润 身体啊皮肤啊 这个呢都是八处的现象 好 就发根本禅 这个根本禅 四禅八定 都在根本禅的范围内 那这个是讲这个八处 这个八处 很多人遇到八处会吓到 甚至于会恐怖到 那所以如果没有学过禅修的经历的人 没有事先先研究过的人 他一碰到八处 他会惊慌 这时候可能还会有危险 不是危险啦 在精神上他会因为下道的关系 那要恢复就不容易了 所以呢要先懂得八处 要先学习 比如说打坐的时候 万一他已经快要突破出产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状况 重 轻重的重 那身体好像要沉到地底下去 身体好像突然间要掉到寻癌一下 那个身体的感觉会很特别 会很特别 然后呢身体会变得很轻 全身会很痒 会是突然很冷 突然很热 这个呢有些人会以为是残病 他以为自己生病了 但事实上不是生病 那是因为四大在转变 我们身体的地水火风四大在转变 所以呢就会有这个状况 那他只要维持的原来的修行 心里不要慌 维持原来的方法继续用功 然后他马上就会 这个状况就会一下就慢慢就过去了 然后呢就慢慢进入到出残 慢慢进入到出残 这是地水火风在转变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这个肉体啊 的格局 它的那个结构会在改变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都是贪嗔痴很重 大家贪嗔痴都很重 所以他那个肉体呢都是 九孔流出不进 他肉体是很臭恶的 那如果说我们的贪嗔痴 慢慢的化掉化掉化掉 变成很淡 我们身体是在慢慢转的 这个肉体是慢慢在变的 慢慢在变 然后呢等到到出残 出残是浮住贪嗔痴痴 你这个贪嗔痴是被 这个不能讲浮了 被压住 这个浮呢浮住 在佛法教法不能叫浮住 我刚刚讲错 要叫压住 那么这个压住贪嗔痴呢 我品味就是浮住 好 浮住这个见尸的祸 是浮住 浮住是很高的 他那个层次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禅定是压住 禅定是通外道 外道也会 所以呢外道呢 他在出残的时候 他也会把这个贪嗔痴压住 那他身体呢 事大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可是呢 他遇到禁见来的时候 万一他动心 那那出残马上就退掉 出残二残三残都可能都会退掉 所以这个鹿野院不是以前 叫做仙人 仙人的那个院嘛 那么叫他们 他们另外一个名字叫仙人 会堕落 会先堕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呢 因为以前有五百星人 在天空飞 然后看到地上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 就起了那个淫欲星 就大家从天空掉下来 本来还会飞 从天空掉下来 他禅定马上就退掉了 所以这个是 出残 有这八处 他只是说他禅定达到出残 达到已经经历到出残了 所以现在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 他之前就已经达到这样了 可是还没有开悟 还没有证 那么他在这个 结下安居最后 他就起了惭愧心 说哎呀 以前正道者多 那我为什么现在结下安居 我这么用功还没有正道 心里觉得很惭愧 这些惭愧心一起来 马上就开悟了 所以这个惭愧很重要 惭愧是七法财 我们不是讲七圣财 大家可以去查 七圣财 七圣财里面有禅跟愧 那惭愧从内心升起 惭愧是可以让我们身心 对我们的贪嗔痴 看破放下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要常常起惭愧心 觉得说我们修的还是很不好 那我们要很觉得说 看到以前的古德啊 这么用功 这么认真 我们现在还在这样 心里觉得很惭愧 好 像有时候我看到佛陀 就觉得 佛陀 这么累积来修行 结果收到我这个很差的土地 心里觉得很惭愧 他的法意 我们又没有办法 弘扬得很好 好 那主持政法呢 也诸多障碍 他心里面也会觉得很惭愧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要常常把那个古人 他呢要常常用心的去 多去 多去看他们的故事 以及他们的开示 他们的法语开示 好 那这里呢就在讲这样子 那么我们去看小字最后一行 他有特别提到这个 传宗不云七载方等 因是著传者所闻不同 就是前面这个 这个原文里面有七载方等 七载方等呢 是冠李大师写的 但是湛南大师在很多传记里面 没看到七载方等这四个字 所以呢 他特别把它提出来说 可能冠李大师所闻不同 所以他特别著名一下 好 好 我们来看 下面有原文 好 南岩 南岩是慧文禅师 当奇高之士 独步何怀 法门非事所执 女帝在天 莫之高后 好 就是南岩的这个 慧之禅师呢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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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跟慧文禅师学 好 正好在 齐高之士 什么叫齐高之士啊 那个 宋齐良成啊 南北朝里面有个宋齐良成 对不对 好 那么就是在齐朝那个时候 好 那齐朝那时候有高欢 好 那 还有高羊 后来高羊篡位 好 好 那这个 这个就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呢 也是战乱 慧之南北朝 好 哇 那个是整个打成一团乱 好 每个朝代都没有金贵利谷多久 又又换个朝代 好 那都是后面的朝代 把前面的朝代 好 都推翻 好 那 那个字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时代 好 死伤太重 所以魏晋南北朝之后 那个全国人口死一大半 那时候 汉帝几乎 都快没人了 大家都战争死光光了 所以那个时代是很混乱的时代 那 慧文禅师就在那个时候 独步和缓 什么叫独步和缓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教佛法了 没有人可以教禅修了 所以只有他修得很好 慧文禅师修得很高 修很高 所以他独步和缓的地方 那么法门非是所知 也不是很多人 也不是很多人能够透彻到这个慧文禅师的他的修行内涵 所以屡地在天末之高后 他是不知道大家没办法测得到这个慧文禅师有多么的深厚 想慧文禅师 可以说他是铁轮位 他已经正到铁轮位 六根清净位 可是呢 慧文禅师就没有办法知道他有多深 这个肯定是很高的大菩萨 那么慧文禅师因为他记载不多 所以我们只能从这里来略看一二 我们翻过来第五十页 慧文禅师他也是教慧师禅师 这个龙树菩萨的教法 所以肯定都是他们我们天台中的初主都是以龙树菩萨为主的 大制度论龙树菩萨为主的 我们看原文 文是用心意义识论 论是龙树所说 附法杖中第十三诗 那么这个慧文禅师呢 他用的是大制度论 那么是龙树所讲的 在龙树菩萨在附法杖的二十七天二十三组中 是第十三组 下面 智者观心论云 归命龙树时 厌之龙树是高主时也 智尔大师在观心论里面也提到 他是归命龙树时的 那意思是以龙树菩萨为最重要的依止的地方 这法的来源 法的根据 都是龙树菩萨 这里讲高主 高主里面有提到 高主是顺着世间话讲 也只有我们汉地会讲到高主 西天是没有这个习惯性讲的 所以都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话 高主师是我们的话 好 好我们来看下面 以者云中论浅荡 此观建立 云和得同 那这个因为中论呢 它本身呢都是用破的 破 破有边 破空边 来建立的 可是此观呢就不是 此观呢就讲有边 讲中边 又讲中间 所以此观是建立 云和得同啊 下面 这个很 大概快一百页 下面有很大一篇篇幅 都在讲这个 所以我们这里就先 好 我们就 这会到下一次了 下一次我们就开始 进入到正题了 好 等于此观的正题 好 所以我们这边呢就下面在讲了 好 因为现在时间也快到了 我们若是讲前面一点点 好 也讲不完 好 所以我们下面就 好 等到我们下次 好就来提了 好 好 我们看到这些过去的祖师啊 心里面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 一个很感恩 很感恩 像在二十祖 西天二十祖 我们二十祖是哪一位啊 大家看一下 婆修盘陀 因为婆修盘陀他没什么记载 但是呢 他有一个记载呢 他留下记载不多啦 但是这个记载倒很有意思 这个大菩萨来 往往也不见得要很多记载 他只要把法传下去就好了 所以他的目的是要度化众生 那 婆修盘陀呢 他在母胎的时候 还在凉胎的时候 这个阿罗汉 有一个阿罗汉也从他的门口走过 他一看到 这个房子啊 光芒万丈 以他的阿罗汉的天眼看 这个王子 这个房子必有高人 然后呢 他就进到他们家 他进到家 在那个时代里呢 他的爸爸妈妈 这个母亲跟爸爸呢 都学佛了 那一看到阿罗汉 他当然不知道他是阿罗汉 那看到出家人来很高兴 就前面迎接他 那这个迎接的时候就礼拜 就拜下去了 结果他妈妈一拜下去 这罗汉马上躲开 避开 马上避开 那这妈妈吓一跳 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那结果这个罗汉讲说 不是啊 不是这样 所以你的胎啊 你的母胎里面有一个法身大事 我不能给他拜 我没有办法让他拜 那因为你所怀的是法身大事 并不是 你有什么状况 不是 是因为你的小孩是法身大事 就婆修盘陀呢 出生之后呢 那也真的是西天地二十祖 也把法传下来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意思是 你看这么多的大菩萨 不断的发愿来 他们法身大事再来 那一定是计划来的 计划好他不是 随便起一个念头就来了 他一定是这里的机缘成熟 然后也要把佛陀的教法 给他传下去 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然后呢 有一个任务来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 有这么多的大菩萨 不断的把法义 留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大家懂得要看破放下 真的要看破放下 世间没什么好执着的 你当皇帝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在家里也不要当皇帝 在家里当皇帝也没什么用 意义不大 好好的老实念佛 好事念佛 上次我在陶渊学会行愿 讲了一个故事 在三国园义里面 不是有一个皇帝很可怜吗 叫汉宪帝 汉宪帝 这个曹操 侠天子以令诸侯 就是这个汉宪帝 那么这个汉宪帝呢 他真的是很有福报 他虽然一生很可怜 那他都被曹操控制住了 最后往生的时候 不是不是 最后曹操 曹操没有篡位 曹操把他女儿都嫁给汉宪帝了 然后汉宪帝的 曹操的儿子曹批篡位 他逼着汉宪帝要残浪给他 然后曹操也还好不杀他 不杀他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娶的是他姐姐妹妹 他娶的是 他的汉宪帝 娶的是曹操的女儿 然后再加上杀他也不好 因为他是善浪 善浪 那你也不能杀他 那他也就放过他了 就没有杀汉宪帝了 那么汉宪帝也给他一个地方去养老 他就退休了 这皇帝退休了 然后就到封地做一个山羊工 他准备要到他的封地 去养老的时候 在河边 曹操的大将司马懿 大家知道吧 后来开创禁朝的就是司马懿的子孙 司马岩开创的 那这个司马懿呢 就带着他的儿子 两个大儿子 司马岩跟司马昭 就跑来到他的 司马斯 讲错了 司马斯 就到河边来送 这个 汉宪帝 汉宪帝 看他远远跑来 嚇一跳 是不是要追杀他 有点惊慌 结果司马懿来的时候 就说 我是奉 主公之命 就奉他的皇帝之命 来送您的 奉朝平之命 来送他 最后一程 送他 这时候汉宪帝 心里面就在想 有点感慨 就讲了一段话 这段话 大家可能也听过了 白就跟司马懿讲 白尺肝头望九州 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羞欢喜 更有收人在后头 就是白尺肝头 一百尺的肝 肝很高 望九州 九州在那时候 在商朝的时候 我们把中原 是化成九个州 那意思是整个中国 前人的田 种田 田土 后人在收 以前人种的田土 后人来收 后人收得也不要高兴 休欢喜 也不要高兴 更有收人还在后头 所以 后来司马懿听了 可能也听不太懂 他还是 结果他的子孙 就把 朝位串下来了 只有司马一家到最后 百年后 也被灭主了 死了也是很惨 就为了一个争权夺利 就争一个权 造价的恶 那时候是 那个因果是很恐怖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汉县帝 汉县帝走了以后 他善宗 汉县帝是善宗 我们历代大概皇帝里面善宗的 我讲的是这个王国皇帝 善宗的没有几位 但是他可能是最善宗的 他被有个封地给他之后 他在做什么 做医生 悬湖祭祀 就带着他的太太 曹操的女儿 然后到处在他的封地照顾老百姓 还到老百姓的家里 他拿着医药的那箱 到老百姓的家里去帮老百姓医病 这个汉县帝会医病 他是医生 他就这样做善事 那他因为他有个封地 所以还是有点钱 养老还不错 他就是救济老百姓 所以最后汉县帝是真的 有个好的晚年 有个好的晚年 所以你从汉县帝的晚年就可以看 他为什么可以感召到 最后可以这样 那表他心地是好人 汉县帝他不是坏人 心地是好人 他才可能感召他的后果是这样 假设他是坏人 那他可能因果就不是这样看 因果到最后就不一定是这样 他一定是好人 他才可能到最后 他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善终 大家有空多看历史 不看也没关系 我讲给你们听 今天就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下次 又要讲更多了 下次我们要讲到这个不定 这个三种子观 见识不定 以及圆顿子观 然后呢 也开始要讲到圆教的教法 这个圆教的教法 他是怎么叫做圆顿 把这个教法 他这里后面很多都是在讲圆教的教法 我们前面有一段时间会专门针对这个 所以大家回去可以预习一下 你先看个大概 这样的话 我讲你们可能会比较更清楚 下次我们有一个断正位置表 有发给他们 有一个断正位置表 大家下次要带来 这一章 天台是叫断正位置比较表 上次有发给大家的 没有的话可以互相引印一下 互相引印一下 还是下次再多准备几张 有呢 有多准备 好 那我们很谢谢班长这样子帮你们 这个上面打的那个 我们YouTube上面的那个字 是班长打的 你们打的那个 我们奖金下面那个文字 是班长他用YouTube上面的内建程式打的 这种事真的算是蛮辛苦的 大家给大家一个鼓励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大家请合掌 好 好 我们一起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文者 细发菩提心 敬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国 好 没关系 同身极美国 这顺麦 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